接下来呢 大家最期待的国际新闻的时间 的确最近有很多的国际大事 评论说呢 解放军的环台军演等等的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韩宇 待会儿 球场时间呢 就是聚焦在解放军的环台军演结束之后呢 还是持续的实施跨昼夜的发射演习 那么东部战区在微博上 他们现在也曝光了一段呢 装备东风战略飞弹的火箭军部队 他们在深夜是进行了机动飞弹的发射影片 一起来看 东部战区指出呢 火箭军的部队 他们是持续的开展了跨昼夜 高强度的实战化演习 那么根据新岛日报报道 影片中的飞弹是解放军的 东风11A短程弹道飞弹 那么这个是大陆的一种公路机动飞弹 是由东风11的改进型 设程是由原来的约300公里 增加到了800多公里 指导系统也是由原来的惯性制导 终点雷达制导 改进为卫星制导 以及光学的制导 解放军当时呢 他们是在菜卖会之后 对台实施了连续三天的环岛演习 指点呢 是针对台独的分裂分子 还有外部势力勾连 剑指就是在加州举行的菜卖会 而就在两个人会面的同时 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他也率团来台 此举加深了北京政府不满 大陆外交部昨天13号呢 是宣布对麦考尔制裁 指点他是向台独的势力 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因此更对反制法 他对麦考尔祭出了三项的制裁 包括了冻结麦考尔 他在大陆境内他的动产 不动产还有其他的各类财产 禁止在大陆境内组织个人 还有和麦考尔进行有关的交易 合作等活动都是禁止 最后则是不发签证给麦考尔 拒绝他入境大陆 那么麦考尔他是在菜卖会之后呢 上个礼拜率团访问台湾 使言呢 要协助台湾提供军队的训练 并且呢 他还提到了 要加速 交速武副的这个武器的速度 接着他在收访的时候又说呢 美国是准备在解放军 入侵台湾的情况之下 他要向台湾来派遣美军 并且称台湾目前的防务力量 是不足的 同时指出 如果蔡英文和民进党 在明年的总统大选落败 那么北京政府将会在台湾 没有抵抗的情况下 就会收复台湾 其实呢 刚刚说的这些句句都是在加深 中国威胁论 尤其在这个之前呢 蔡英文也才刚和麦卡锡见面 返回台北 当时就已经是引发了 北京政府是强烈的抗议 认为就算呢 只是过境 也已经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而就在昨天呢 北京政府宣布制裁之后 麦卡尔他也对此回应了 他在推特上面写道呢 他反讽 自己是受到大陆制裁 就像是得到荣誉勋章 而且呢 他还说 大陆制裁反倒是揭露了 他们的公敢侵略 而且这也让美国国际间的伙伴 是获得更多的关注 确实在参谈会之后呢 台湾问题成为了国际焦点 不过呢 其实媒体聚焦 基本上都是在两岸情势 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 那么西方国家同样呢 也是持不同的意见 例如当时结束 北京访问行程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当时呢 在回程的途中 他接受采访 他就直言 欧洲是不应该要卷入 美中之间的台海冲突 不过呢 此话一出是立刻遭到了 东欧的领袖踏罚 纷纷认为 他对北京的态度 实在太软弱 那么在舆论之下呢 马克宏昨天也在荷兰 是进行访问时 他在记者会上呢 他就改口了 他紧急的说呢 台海议题 他是支持维持现状的 那么接马克宏之后 德国的外交部长 他13号也访问了 大陆抵达天津 当时呢 他也表示 德国和欧盟 在经济上是很脆弱 不可以对台海的紧张 情势是无动于衷 因为全球是有 百分之五十的货运 都通过了台湾海峡 所以呢 要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 也符合了德国的自身利益 是因为我们的 几个地方 有的地方 几个地方 几个地方 对中国的健康 不健康 对我们的 利益 从中国的战争 对我们的战争 当然 我们也能够看 几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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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是很重要的 让我们 对我们的 主意见 说 我们的 欧洲 欧洲 在台湾区域,在台湾区域,在50%的经济发行,会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情况,但尤其是一个最大的产业国家。 在台湾区域以及北部地区观测到了沙尘天气,那么这也是东京在近两年来首次观测到了沙尘天气,就连北海道也成为受影响的地区,在东京都内是悬浮大量的沙尘,视线可以刚刚看到是一片的雾茫茫,汽车等在外面的物体之上都已经覆盖了一层黄色的沙土,而且这些黄沙他们夹带花粉,所以也会导致民众他们花粉症是频繁的发作,因此就连外出慢跑, 现在都得戴上口罩,以免是受到黄沙影响,危害到你的呼吸健康,那么现在东京的民众他们都不敢在外面晒衣服,因此投币式的洗衣店也涌入了大量的客潮,另外16号可能会再迎来一波沙尘暴,侵袭西日本,所以这几天要到日本旅游的民众也要多加注意。 中国大陆沙尘暴席卷日本全境,北部地区能见度低于10公里,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公里,民众停放户外的汽车上也覆盖一层黄土,雨刷下面甚至结成黄土块。 空气品质糟糕,导致投币洗衣店涌入大量人潮,就是为了不让晒在外面的衣服附着上沙尘,目前还正值日本花粉镇高峰,黄沙混合花粉悬浮空气中,造成民众呼吸道健康隐患。 虽然日本已经解除口罩令,民众还是提心吊胆选择戴上口罩自保。 滚滚黄沙也飘上韩国,记者戴着手套轻轻摸一下车窗,就已经满手是灰。 重灾区北京地区更是拉起沙尘暴蓝色警报,黄沙蔓延整个城市,悬浮威力浓度直接破表,针对大陆黄土沙尘危害邻国。 大陆外交部则强调会扩大与东北亚邻国的咨询共享。 我国每年向联合国防治花末化公约提供志愿性捐款,以实际行动支持花末化公约秘书处,同时加大东北亚区域合作,积极推进沙尘暴信息共享。 今年沙尘暴范围大威力强,随着季风搏击日韩,大陆方面也喊话会和邻国共同合作,加强沙尘暴预警。 记者离境综合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啦,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CTI-717,若于帮你来打折。